好 這邊還有一個 你家台北就是無限 千呼萬喚使出來 代表國民黨參選年底台北市長的蔣萬安 競選主視覺 首度曝光 不只印在牆上 穿在身上 更要讓民眾電視上也能看到 你家台北就是無限 蔣萬安 但仔細觀察這競選logo 白底上有藍有綠還有黃 完全跳脫出傳統國民黨框架 蔣萬安鎖定年輕人中間選民支持 目的很明顯 但專家卻吐槽 不夠新穎 前立委沈富雄也分析 既然黃山山不藍了 蔣萬安就不要太藍 但在北市綠加白還是大於藍 因此藍營必須往中間移動 台北市副市長黃山山 當然也明白中間選民重要性 刻意淡化政黨色彩 黃山山更多次提及 北市不分顏色 藍白搶食中間選民大餅 據傳綠營原本擬定捧黃議獎策略 讓民進黨靠基本盤圖為勝出 近期內部民調卻顯示黃山山 聲勢上漲還拉走綠營選票 難道真相無任所大使林佳龍說的 陳時中出馬會激發民眾仇恨值 對於蔡英文政府防疫政策 失當的不滿 宣洩的管道可能就是陳時中 在文宣行銷上面 又來個幾波柔性訴求 去凸顯出陳時中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 也有可能會去訴求到一些中間選民 打到中間選民的心 中間選民成為左右北市選戰關鍵 如何修正路線 抓住最多中間選票 藍綠白各自盤算 黃宇新聞紐維 鄭宏廷拉平均一條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黃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